中方经常抱怨说西方有太多人 相信中国威胁的言论 如果有人援引今天的军事 包括导弹还有各种武器 如果他们援引这个作为证据 说中方构成威胁 你有何回应 你提出的这个问题呢 是典型的西方的个别人的思维 这个跟中国威胁没有任何关系 这里有个根本的是非取值和原则问题 因为它涉及到的是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问题 关于有关军演的具体问题 你可以向军方去询问了解 但是我想告诉你 中国已经多次表明了 坚决反对佩洛西串台的立场 并且指出如若成形 将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 严重侵犯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 中方必将采取坚决有利措施应对 一切后果由美方承担 勿为言之不欲 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中国军队在中国台湾岛附近海域 开展军事演训活动 是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 必要和正当的举措 是反制台独分裂势力和外部势力干涉的 必要和正当的举措 中方有关部门已经事先发布安全提醒和航行警告 中方有关做法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 如果任何人企图拿这件事情来作为证明中国构成威胁 这样的一个证据的话呢 那只能说明他的内心是非常的阴暗的 因为他不愿意 他忽略性的选择性的去看待这个事情 他忽略了所有的一切走到今天 都是由佩洛西不顾中方反复严正交涉 不顾各方的反复的劝告 中国与美国在台湾问题上深化的紧张关系 现在是否也扩展到其他企图集团的国家 对中国来说 我们是希望本着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精神 同其他所有国家 不管它是G7还是其他任何国家 还包括美国 我们都是希望本着平等相互尊重 互利共赢的这样的一个原则 来发展友好合作关系 我相信这才是各国人民的共同的期待 也是符合各方的共同利益的 但同时在涉及到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问题上 中国是没有任何妥协退让的余地的 所有跟中国保持和发展外交关系的国家 都必须要切实地恪守一个中国的原则和政策 这是毫无疑问的 至于你说中美之间围绕着台湾问题 出现了一些摩擦 对G7其他国家的关系会有什么影响 我看这要取决于那几个G7国家他们怎么想 如果他们跟随美国 也就是说承认他们外交没有独立自主性 他们追随美国 他们没有自己的政策 他们也不在乎自己国家和自己国家人民的利益 愿意把自己绑在美国的身上 干做美国的小伙计 跟班 那我想他们的人民可能都不会答应 如果他们有独立自主性 他们应该基于本国和本国人民的利益来出发 应该坚持同中国在一个中国政策问题上达成的共识 因为这是中国同他们关系的最重要的政治的前提和基础 那么继续在一个中国政策基础上 继续发展友好合作关系 我相信有关国家的政府 它应该认识到这一点 负责任的政府都会从本国利益和人民的期待 长远根本利益出发来 独立自主地做出选择 我想实际上你提出一个很好的问题 我们看今天的G7外长声明 大家也都在说 这几个国家 他们明白事情经过是怎么样的吗 他们有自己的原则立场吗 他们这么做 不会为自己赢得任何的尊敬和尊严 而且我刚才说了 他们这个几个国家是极少数 不能代表国际社会 必须要任性到这一点 G7国家加在一起 即便他们所有的人民都支持这几个外长的声明 它占世界人口也不到 也就百分之十左右 更何况光美国我们就知道了 美国国内百分之八十五的人 可都是不赞同他的政策的 认为他行进在错误的方向上 还有英国其他的一些国家 所以他们这个几个外长声明 他能代表多少人的意愿呢 他甚至能代表本国的名义吗 中方是否认为 这些世界的 就是演讯活动有利于争取 台湾人民的民心 你提到了一个很好的问题 台湾人民的 Hearts and Wheels 你有没有问问台湾当局 他们执意 安排或者邀请 佩洛西访台 他们问过台湾人民的 Hearts and Wheels吗 我知道佩洛西到了台湾岛以后 也有台湾不少的民众 表示抗议 所以台湾当局现在所做的 他到底是把台湾人民的福祉 利益和期待 心声放在心上了没有 那么对于中方来说 我刚才已经讲了 中方的有关举动 是正义的 是必要的 是坚决的 我们的目的是要维护国家的主权和安全 符合国际法和国内法 我们这个行动是对挑衅者的警示 是针对那些台独分裂势力 只要不是支持台独的 我们这个 有关的军事行动 跟他们是没有关系的 也不会造成任何的伤害 我们中方再次反复的重申 这是针对挑衅者的警示 是针对台独分裂活动和那些外部的干涉势力 我想我说的已经非常清楚了吧 七国集团 外长的这份声明呢 让人有时空错乱的感觉 这几个国家的外长呢 显然还以为自己生活在一百二十多年前的八国联军的时代 今天的世界早已不是帝国主义列强 可以在中国大地上耀武扬威 为所欲为的世界 今天的中国也不是一百多年前任人欺负 任人宰割的旧中国 他们的列强梦应该醒醒了 面对公然侵犯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恶意挑衅 中方采取反制措施都是正当的 也必然是坚决的 有利的 对此世界看得非常清楚 上百个国家已经在第一时间发出了公正的声音 强调应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 支持中方维护自身主权和领土完整 如果这几个国家真的关心台海和平稳定 他们就应该早一点劝阻美方 不要对中国采取危险而鲁莽 不负责任的挑衅 佩洛西串访台湾之前 他们装聋作哑 默不作声 现在却跳出来对中国采取正义行动横加指责 他们的虚伪和丑恶的嘴脸暴露无遗 一个中国原则是七国 同中国建交的重要政治基础 中方一贯坚决反对建交国同台湾地区 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 七国政府的立法机构负责人 理应遵守政府承认和承诺的外交政策 如果有关国家政府对其议会 违反本国外交政策的行为无所作为 放任自留 只能证明其政治无能 治理无效 在国际上背心弃异 在这一严肃的问题上 玩弄文字游戏或者试图偷梁换柱 没有任何意义 也不会有任何效果 无论从历史还是现实看 以美国为首的七国集团成员 都是侵略胁迫的形象代言人 说到侵略或者胁迫 这顶帽子还是请七国集团的国家自己戴 海黄鲍鱼干贝XO酱 可以说是妈妈料理的百搭神器 把底下喇喇也再来吃 为什么 因为这底下可以看到一颗一颗的鲍鱼 是真的可以存在的 现在上快点购来订购 马上就可以拥有五星级的食材 五星口感的总统级高级享受 五星口感的总统